是什么造就了成功的人 你可能会问 我只能说 其中之一需要专注 个人自律和让事情经常发生的医院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 他们培养了良好习惯和日常习惯 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事实是 好习惯很难养成 但一些你可以适应的新习惯 可以永远积极地改善你的生活 当然 新习惯养成不易 我感同身受 因为在养成时你会失去一些东西 比如 时间或者快乐 但坚持养成后 将会收益终身 我就是其中一个列子 农村出身 从农村走进城市 进入美国芝加哥布斯商学院 再到现在的疫情又购置了两套房 因为这些习惯 将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你的整体幸福感也会增加 从而大大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作为回报 你可以享受更快乐 压力更小 健康病发症更少的生活 对于这么小的妥协 这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你不觉得很划算吗 在开始前 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 如何提前十年实现财务自由 更多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 让浩然每个星期 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第一个习惯 建立一个早晨仪式 早起并不是唯一能让你的生活 变得更好的事情 这也是关于 建立早上的例行公式 并有条不紊的做类似的事情 将代办事项清单 作为早上的第一件事 会给你带来一整天的动力和热情 这会消除拖延 拖延有时会让你不知所措 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除了代办事项清单外 一些陈恋 比如跑步或健康早餐 也能让你精力充沛 如果户外活动不适合你 那么也可以早上冥想或者瑜伽 或者读一本 《鼓舞人心》的书30分钟 你还可以在喝早间咖啡的同时 洗个澡 阅读或收听当天新闻 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早晨仪式 可以帮助你 以积极主动的方式 开始新的一天 从而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 毕竟 我们都是习惯的生物 如果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为什么不经常这样做呢 第二个习惯 遵循八二规则 听起来很简单 但这条规则表明 在任何情况下 20%的任务 都会产生80%的结果 这意味着你的代办事项清单很重要 但产生最大影响的任务 值得你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专注于这20% 你将获得最大的生产力 并且可以自由地专注于 同一代办事项列表中的其他活动 这将帮助那些容易分心 或因工作量大而不堪重负的人 第三个习惯 学会担任务 虽然你可能会假设 我们生活在一个繁忙 稀稀朗朗的城市 所以多任务处理的艺术 是自然而然的 不想打破它 但是只有2%的人 可以成功地进行多任务处理 偶尔多任务处理没有坏处 但是平凡地在任务之间的不同跳跃 会限制你的注意力 作为回报 这会使你的大脑难以过滤掉不相关的信息 从而导致你的大脑 从一项任务跳到另一项任务 而无法正确地专注于任何一项 从而导致精神混乱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 多任务处理会降低效率 并可能损害你的认知控制 与其同时处理多任务 不如选择代代事项清单上的一件事 全神贯注 直到完成 直接可见的结果之一是 你会感觉到压力和焦虑的减轻 从而降低犯错的可能性 这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 单一任务会让你意识到 你的压力减轻了 犯了更少的错误 并且变得更有效率 第四个习惯 学会感恩 你是否感激你已经拥有的 你可能正在骑自行车上班 而不是你弄美以求的饱满 但你是否庆幸 自己还能够正常上班 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 如果你抱怨生活 对目前的生活质量感到难过 请记住 有人比你过得更糟糕 所以 我们应该感激自己所拥有的 有意识的练习感恩 应该成为你的座右铭 透明罗宾斯说 当你心存感激时 恐惧感就会消失 不足就会出现 练习感恩 是你在生活中创造积极性的好方法 这将有助于减轻压力 并改善你的心理健康 那么 如何培养这种健康的习惯呢 首先 你可以每天花十分钟 专注于你所感激的事情 每天至少写下三件事 沉浸在他们的辉煌中 并庆祝这都与你有关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挤一个精子 为何就你偏偏成为受精丸呢 所以 要感恩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远离抱怨和自卑 你是独一无二的 第五个习惯 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 数字世界占我们地球的90%以上 每天社交媒体上都会出现新的趋势 也许你正在赶上某人去的旅行 或某人刚买了新房子 分享了一些信息 可能会对你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不过 不管它有多积极 请尽量不要沉迷于社交媒体中 否则会与现实脱节 不要忘记它是多么的耗时 研究表明 普通人拥有五个社交媒体账户 每天花费至少两个小时 来查看他们的社交媒体动革 这也与因为精神混乱导致的 抑郁症病例增加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 减少在上面的时间 是减轻压力水平的 唯一合理不就措施 只需每天花几个小时 关闭你的手机 或者其他能访问的电子设备 即可改善你的心情 并重新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 请记住 互联网是虚拟的 爱你的人就在旁边 请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珍惜眼前的一切 第六个习惯 经常锻炼 人们应该在一天内 至少留出15到30分钟的时间 进行锻炼 因为锻炼带来了无数的好处 除了身体上的改善 锻炼还能激发创造力 并提高你的认知技能 锻炼还有助于降低某些身体隐悍 锻炼不一定就是无聊的 也不一定要在健身房 举起重型设备 它可能包括好玩而做的有趣运动 比如参加户外活动 或者与你的宠物玩耍 甚至与朋友一起散步 即使对于最伟大的健身大师来说 他们也可以证明开始是最艰巨的任务 养成新的健身习惯的第一个月 似乎要求很高 但从长远来看 好处一定是大过于损失的 你的社交行为会改善 时日会正常 消化会顺畅 更好的睡眠 改善你的记忆力 好处不胜为止 如果你目前还没有锻炼的习惯 你可以逐渐从一些 可以实现的小锻炼开始 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洗澡前 只做十个佛城 如果你持续这样做一年会发生什么 这里有一个提示 在户外锻炼 不仅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国外的好处 还会给你的思想和灵魂 带来国外的好处 第七个习惯 投资于自我保健 有时我们忙于工作 而忘记简单的休息一下 这可能是学校 照顾家庭 经营我们的企业 甚至是一份让你全神贯注的工作 然而 有时坐下来 放松一下是个好主意 花一些时间放松一下 可以为你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以及自尊创造奇迹 这可以视作一件 让你感觉良好的事情 比如你可以看一些短视频 听音乐 再现学习一下新技能 洗个长时间的破口语 第二 一些很酷的东西 甚至准备一顿美餐 只是休息一段时间 但一定要享受其中 第八个习惯 读书 每天刺激大脑有很多好处 虽然有些不是很明显 但科学证明我们的大脑 会随着我们的学习而变化 如果不断练大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大脑往往会变慢 反应迟动 更容易生病 阅读书籍是获得知识 和激发创造力的最佳方式 就像冥想一样 阅读书籍具有镇静作用 也可以提高注意力 并非所有书籍 都具有相同的效果 非小说类的书籍非常适合 通过激励你 和帮助你开发新小法 来拓宽视野 由于他们基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 因此他们对于如何克服 各种具有挑战性的情况 提供了可行的建议 事实证明 不断学习的人反应更快 社交技能更好 整体幸福感更强 它可以帮助对抗痴呆症 提高记忆力 更轻松的处理新信息 并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此外 学习新事物的想法 会给你一种目标感 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趣的人 为了帮助你养成这种习惯 请选择阅读一本书 而不是社交媒体或者电视 你甚至可以在计划睡觉前20分钟 在手机上设置提醒 为这个习惯腾出时间 关掉你的设备 拿起一本真正的书 把它拿在手里 沉浸在他的奇迹中 因为我就是一个典型烈子 从小家里不富裕 看见父亲在工地上干活 在奶奶生病时而拿不出钱 让我明白了钱的重要性 可我是幸运的放弃国内大学 不过父母反对 选择了去芝加科大学读书 兼职工作赚取生活费 经过我不断阅读财务方面的书籍 使我回国这几年也有了自己的企业 趁这次疫情又投资了两套房子 所以请记住 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却是最好的出路 第九个习惯 与积极的人建立社会联系 尽管你或许喜欢享受一些独处的时间 但你是否知道如果你想在生活中增加更多的美好 你应该增加一些强大的社交联系和社区支持 社交关系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 而且还会影响我们长期健康 它与营养 睡眠和锻炼一样重要 人际关系对我们来说 就像食物喂养我们的身体 或阳光滋养我们的灵魂一样重要 不过这样做时 请注意予以交往的人 他们应该对生活 或走向人生的道路 采取积极的态度 所以你不应该 以社交的名义养成一些坏习惯 你爱和关心的人 应该是排在名单的首位 因为当压力到晚 或生活变得忙碌时 他们是我们依靠的人 只要你安排好优先事项 你在生活中从事什么工作 或关注什么并不重要 你还记得说 我爱你 我很感激你吗 当更重要的事情出现时 你有没有把你爱的人 推开的换习惯 必须珍惜为你所爱的人 预入出时间 你不必等到问题出现 大多数新的人际关系 和友谊使于乐趣 兴奋以及表达爱 和享受生活的渴望 关键是要注意 让每一次的人际互动 都要积极向上 当你在地球上的时间结束时 你将如何被记住 养成让人们处于 比找到他们时 更快乐的状态 而不是降低它